以培养宜花东地区原民族语言推广人员提升主语意识为研习主题的 109年度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东区第一次工作汇报及短期真能研习营 7月1号在雅师都饭店举行为期有3天的活动时间 以主语幼儿教学专题演讲还有振兴主语为主轴 期盼可以借由跨域的会议交流推广主语彼此教学相长 以培养宜花东地区原民族语言推广人员提升主语意识为研习主题 109年度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设置补助计划 东区第一次工作汇报及短期真能研习营 一日在花莲雅师都饭店举行 邀集宜花东三线与推人员及公所组织70多人参与交流 我们举发基金会其实有3个重要的工作的组 一个叫做研究发展 一个叫做教育推广 一个叫做组语认证测验 希望可以在这3大的工作面向上面 我们可以在未来结合我们地方政府 结合我们的语推组织 语推人员 真正的在部落 让我们的语言可以被活化起来 就像去年底 我们的Sakiraya 我们的Sakiraya的组语 在维基百科已经正式成为一个使用的语言 年轻人能加进来 这才是一个传承 而这个传承有没有办法很好的接放 有没有办法再跟我们上一代 上一代上上一代 整个把它传下来 那真的好重要好重要 为期三天的延锡营 第一天已认识不同制度的族语幼儿教学 参访台东重宾竹湖国小以及台湾文教协会 第二天安排三场专题演讲 分享国内外推动族语的实物经验 最后一天则分组讨论 未来如何合作及振兴的愿景 其判借由会议 营造跨域治理族语推广的新思维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